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敬宇的这一个行为,引起了许多网友的争议,毕竟大家只听过票房造假,还第一次听到收视率也能造假,确实很让人震惊,而郭敬宇的这个行为,也得到了圈内很多人的支持。 比如徐征,赵文哲,古志欣等,娘倒是郭敬宇的最新作品,讲述了一个伟大的母亲,独自养五个孩子的故事,非常的感人。 其实,我们仔细想想郭敬宇之前的作品,口碑都很好,但是大家也扒出了他的作品的特点,就是省钱。 郭敬宇拍的戏,翻来覆去,就是那几个人演,包括他老婆、弟弟、儿子、女儿等,一部戏里可以集齐全家人,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嘛。 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导演太会省钱了,首先说弟弟杨志刚,他是郭敬宇作品里的常主男主角,当入行的杨志刚,多数出演的是一些配角,一直到后来勇敢的心,打狗棍分戏剧,才开始演的主角,而这些戏权是他哥哥知道的。 而最近热播的娘道,女主角的是郭敬宇的老婆,月丽娜出演的,之前她还出演过打狗棍,将军,气零花里的角色,真是时时刻刻都忘不了老婆啊,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娘道理除了,她老婆,还有她的女儿和儿子参见。 你说这个导演是不是会省钱呢?大家怎么看待郭敬宇导演呢?可以在下方给小编留言,记得关注我。